中国在科技上的进展, 我们不妨在第四节也讲了,就是广东江门的中微子实验装置出了重要进展, 这个在香港的新闻都有报道的,有多大,多重要的进展呢? 这么说,距离完全能够投入研究运作,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这里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些中微子的这些探测器, 它那些重要的结构位在哪里,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现存的中微子探测器了, 而且有些已经运作多年,还帮我们发现中微子, 帮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些来自太空的中微子, 而最后就是诺贝尔奖都搬出去了,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 在90年代中来自日本神光,它那一套中微子探测的仪器, 你会发觉今次中国做的这一套和现在现有的那些中微子的技术, 都有去相似的地方,很多时候就牵涉到什么呢? 一大缸的液体,纯度很高的液体,可以是水, 然后在这缸的液体周围的墙壁那里,是摆满了探测器, 然后这些这样的机器,就多数将它放在埋藏在地下很深的位置那里, 就排除了一些太多的那些外面习信的干扰, 就令到我们很清楚这些这样的中微子, 是要是来自太空宇宙那些这样的来源的, 而在中国大陆,有没有一些已经现存测量中微子的仪器, 是有其他的发现呢? 那这里又是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都长期留意, 就是这个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再加上这个中国的中科院, 在这个叫做大亚湾岭澳核电厂附近的一个中微子探测器, 那它那个,就是在大亚湾岭澳的那个中微子探测器, 它的规模就小一点,是专是拿来研究中微子的本质, 为什么要在一个核电厂旁边起来呢? 因为是电厂很多核反应,那核反应里面会牵涉到一些会产生中微子的过程, 其实尤其是当牵涉到一些叫beta衰变, 就是那种会能够产生高能量电子的电子辐射的那种这样的核反应, 也都同时间会产生一些反中微子出来的, 那些中微子或者反中微子,是可以是由我们的仪器去量度出来的, 而且因为在核电厂里面有很多核反应出来的, 你只需要在核电厂旁边放得近些量度, 你是可以是量度到很多由核电厂产生出来的中微子, 来去帮你研究一下中微子的本质是怎样的, 所以在那个领澳大亚湾的中微子实验, 最后是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小弟以前在中文大学, 跟的一位老师, 朱明中教授, 他是有份参与这个研究, 就是去量一下中微子其中一个很基本的特性的参数, 这儿就讲得题外话了, 所以在中微子研究里面, 就是在中国的参与和发展, 是有它的贡献在那儿, 所以未来如果你再想去参与一下一个, 不只是在地面上面, 不只是停留在粒子研究层面的中微子研究, 而你是想研究一下来自在宇宙太空的中微子, 来帮我们除了用光来看宇宙, 用重力波来感觉宇宙,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用中微子去感受宇宙, 比如说那些太阳, 很多核聚变反应产生很多中微子的, 超新星爆发也是产生很多中微子的, 因为很多核反应会在那儿发生, 那它会给出一些讯号出来的, 甚至我们宇宙里面产生很多残余的中微子, 那会不会都可以去量得到呢? 那很多时候就依赖一些深藏在地底, 这些这样的中微子探测装置, 所以你会看到这次叫做广东, 江门那儿的中微子探测器, 它也是,它运用到的那个仪器就是, 又是准备要注入很多的液体在那儿, 但是外面这个液体就要由一大堆的探测器包围着, 那现在你在未注入到的液体之前, 你首先就要将那个外面的探测器的结构起得非常之对称, 非常之靓, 那现在这个重要的结构就起了出来,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你起好这个结构之后, 你要放一些很高质量的探测器在那儿, 然后再正式将那些很纯度很高的水倒进去, 这样就可以投入一个正式测试运作,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量得到那些对的东西, 那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要倒水下去呢? 为什么要放这些探测器下去呢? 原来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这样的仪器呢, 它如果有一个中微子画过的时候, 这个中微子呢, 它会打中了水里面, 那些这样的氢啊, 那些这样的原子核, 很多时候又不是只有氢啊, 可能是牵涉到一些重氢的原子核, 那它会产生到一些的, 就是会有光出来的反应, 我们就要量一下, 由这个中微子撞到那堆这样的水里面, 那些这样的原子核之后的话, 产生出来的那个光, 我们要量到它, 而这个光很多时候就是, 它因为, 你知道光它会有折射的, 所以, 光原则上, 在它那个水里面, 就会走慢了的, OK? 然后就是, 当你本身产生出来的那个光, 它被迫要在一个密度那么高的环境那里, 就是摘射率比正常高的环境那里走的时候, 是有能力产生了一种叫做, Sherrenkopf radiation, 我们以前提过, 好几集都提过这个概念的, 而这个Sherrenkopf radiation, 就是会由这个探测器量度, 就是说的简单些就是说, 现在这个仪器就是怎样呢? 当有这个中微子打到的那些水里面的时候, 它会能够给到一种光的反应出来, 给我们那个探测器拍下来,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到底是不是有中微子进入来, 而且我们甚至会会想到, 这个中微子是由哪个方向射进来的呢? 好了, 看回那段新闻呢, 它就说, 探测中微子质量顺序了解宇宙起源演化, 那什么是中微子质量顺序? 那这里又, 你牵涉到中微子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性, 那这里呢, 我自己都很怕, 因为介绍的时间有限, 可能大家有些连中微子是什么都未必知道, 是不是? 那首先由这里都要说, 我们形成我们世界万物很多基本粒子, 我们很多时候, 中学程度学到的就是说, 中子、质子、电子, 但是其实呢, 无论中子和质子, 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些更加仔细的结构, 叫做夸克的东西, 不止哦, 原来呢, 除了电子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古怪的, 带负电的粒子, 有些叫做Tao子, 有些叫Mu子, 如果用中文译呢, 就译了做陶子和秒子, 它都是跟电子一样带一个负电的, 都未完, 亦都有一些像电子那样轻的, 但是它是不带任何电的, 那叫做中微子, 中微子和中子都是不带电的, 但是中子这件事就由夸克组成大很多, 重很多的, 中微子就像电子那样小的那些, 很轻很小, 照计很轻很小, 甚至有人会说它可能没有质量,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 中微子不止一种, 有三种, 有一种叫做电子, 和电子近亲的中微子, 有一种和秒子近亲的中微子, 有一种和韜子近亲的中微子, 有一种和韜子近亲的中微子, OK, 那这要听到大家, 純粹就是很多这种类别的东西, 总之就是组成我们粒子世界, 其中一种很奇妙的粒子, 就是一些叫中微子的, OK, 中微子刚才数到有三种, 三种呢, 我们知道就是, 它们不会没有质量的, 至少就是说, 可能最轻的那种可能没有质量, 但是另外那两种一定是有质量, 有人也会说不是, 三种都会有质量, 不过是轻一点, 重一点和更重, 但是现在呢, 究竟它是多轻呢, 多重呢, 量未量准的, 我们只能够缩小一个范围而已, OK, 而且最抵死的那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以为这些中微子, 它是一种就永远是那种, 它会变身的, 那个太阳来的中微子, 三种齐了, 但是这三种的中微子, 它随着一路由太阳走来地球的时候, 中间会由一种变成第二种的, 会由这个电子中微子变成秒子中微子, 再由秒子中微子变成第三种, 跟着变来变去, 随着空间一路走的时候一路变, 最有趣在它一路变, 由一种变成第二种的时候, 它的质量都会变成, 那为什么呢? 这就是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量子特性来的, 其实先前说的那个大亚湾领澳核电厂, 它量度的一样东西就是, 其中这些这样的秒子, 这种叫做韬子中微子, 它变回做电子中微子的变换的机率, 参数是多少? 这个就是大亚湾领澳核电厂的, 那个测量的重要贡献之一, 所以接着下来, 你剩下来的问题就是, 哦, 那它的质量参数如何去量得准呢? 那你会发觉, 咦, 在这个江门的那个中微子, 这个探测器, 似乎就想攻这个问题。 但是, 为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们去了解, 宇宙的起源演化有帮助? 因为它是组成我们宇宙一个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经常问就是, 宇宙的命运是取缺于什么呢? 就是取缺于它里面有些什么粒子去组成, 而且各个粒子贡献的成份有多少?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似乎要求就是说, 那些叫用暗物质的东西贡献是要很多的, 但是暗物质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的, 暗能量又要贡献一些, 贡献很多, 但是暗能量是什么又是不知道的, 然后就是说, 其实就算中微子也是, 宇宙的中微子有多少有多少呢? 其实呢, 这个宇宙的其中的这种成份呢, 是会决定到宇宙, 尤其是开初时候, 那个演化的进度是如何的? 那个物质分布是怎么会影响到的? 它今时今日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的, 但是它如果熟这个宇宙历史的演化呢, 这些中微子类的东西呢, 它在对于宇宙极早期的时候, 它是可以曾几何时举足轻重的, 所以你了解到这些基本粒子的特性, 是对于我们整个宇宙历史, 可以叫做更加有一个清楚的形式, 所以从这里你会看到, 这一大堆, 就是中国今次去搞这个江门的中微子探测器, 它最后是有些贡献可以回到基本粒子, 和这个宇宙物理那里, 但是, 现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 广东省江门起, 全世界比如神江那里都有, 为什么它说这里会有一个特别的贡献, 或者特别的进展呢? 那么说, 你只要世界上不同位置放不同的, 都会有一个贡献在那里, 其中呢, 正正就是我和老师当年沟通过, 就是请教过去的问题就是, 哦, 那这些中微子研究之后还有什么走向呢? 其中给了一个, 大家很简单易明的一个讲法给我听的, 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都同时放这些探测器在那里, 因为在世界上, 至少你能够会集到有三个不同地球上面的位置, 你就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一个平面, 来去向着某一个方向来, 度某一个方向来的东西, 那就是说, 如果你中国有, 日本有, 再美国有, 那你会发觉地球, 整个地球里面三个不同的位置, 你就可以连成一线,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这个三角形的形状, 就是一个特定方向的平面, 来去向着, 天空上面某一个方向来去量度, 所以就是说, 大家有个平等重要的贡献在那里, 就会在那里, 而且如果你是, 你建立出来的那个标准, 那个误差可以被人叻的时候, 你能够令到整体上面的精准度, 就会提高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团队合作, 国际化团队合作的一个贡献的成果, 会是, 那如果这个成果要精准呢, 是不是那些水要本身很纯正? 那所以这些东西, 就可以在测试期间那里, 去问到那个数据的质量有多高, 而它的数据质量有多高呢, 可以有几个因素的决定, 当然你说有些人可以控制到的, 就是你里面用到那些探测器有多灵敏, 水纯度有多高, 有些就是说, 比较难控制, 但是你都可以透过那些前期测试, 去尽量去克服的, 就是周围的环境给出来的辐射有多少, 如果周围是, 离那些核电厂很近, 离那些核有的礦藏很近, 或者有其他的元素, 它是给出很强的beta衰变的话, 那你可能最后就会多了一些周围环境的集讯, 所以其中就是说, 一些前期的研究就是, 你要将周围的集讯的特征, 全部了解清楚, 到真的有宇宙讯号来的时候, 你就将你环境的集讯减了去, 你就剩下来的讯号, 你就会清清楚楚了, 所以有一些, 有些误差是可以控制到, 但是有一些, 譬如说机械上那些, 你就尽量运用到最新的一些技术来去做, 而且可以知道就是说, 今时今日, 那些叫做感光的技术, 那些CCD的技术, 由90年代发展至今, 有成就来30年的时间, 那些进步很大的, 所以呢, 就是中国它越是新的这些这样的技术, 它有权是做得更, 比起以往旧技术做得更加精准。 好,那你之后结束, 我们下一节就是这个科学会的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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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